新闻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要来关心的是 台南市议会定期会5号结束不到24个小时 好 无党籍的前台南市议长 就是现任的议员郭信良 6号凌晨时分竟然就遭到了台南检调搜索他的服务处 住处跟办公室 并且被带回征讯了 根据了解 郭信良是被指控 10年前在担任台南市副议长的时候 向安南区电锡自办市地重划区的工程顾问公司 所汇金额疑似有将近千万元 而遭到检调被列为贪毒案的被告 但是地方上的政坛认为 全案是议长之争的延长赛 有人想要让郭信良爬不起来 并且为民进党立委陈廷飞 争取市长提名设下一个障碍 行政院会在昨天已经排版了 房屋税差别税率2.0的方案 民进党的总统参选赖清德也顺势宣布 居住正义三对策 除了打击囤房 扩大补贴青年成家贷款利息 并且加码供给社会住宅到50万 不过呢 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侯友宜立刻说了 民进党执政7年多 从来都没有打房过 选前推出这个方案 不是在讲瞎话吗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曾明宗也说了 民进党年轻选票跑掉了 现在才想到居住正义 完全就是政策买票 根据大陆央视军事6号的消息指出 由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响亮号 跟完美号护卫舰 所组成的舰艇编队 5号这一天到访了上海 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 不过呢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在6月27号这一天 有台湾的渔民 募集这两艘舰艇现身 在宜兰东奥外海 大约是26海里处 接近我国24海里的临街区 当然立刻引发了台日之间的密切关注 好 旺报的头版头消息 则是报道的是 大陆上海 2023年人工智慧大会 已经热闹开幕了 特斯拉的CEO马斯克 在视讯的时候赞美中国 表示中国一旦下定决心 要做一件事情 就一定能够做好 各个产业都是如此 包括了人工智慧 中国会有很强的人工智慧能力